Hello大家好,我是澳大利亚的遗忘 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极简之后的衣柜 我们现在呢就从这边先开始讲 因为这一段,这一个柜子是我的favor 我最喜欢的一个part 我想我们女人不管东西有多有少有贵有便宜 都应该去整一个自己最最喜欢的空间 是属于自己的啊 然后呢这个呢是平时我用的cotton bag 就是有棉花棒,棉花就是擦脸的 然后这是我平时经常用的化妆品 这是我的首饰,戒指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我会喜欢这种小装饰 然后这个呢全部都是放的我的唇膏啊,口红啊 然后这个是刷子啊,梳子啊 然后这所有的,这个是所有的那个笔啊 但是这都是极简货的啊 这都是我经常会需要到的 那这是刮眉刀啊 这个,这个特别逗 这是我从日本买回的 不是啊,这是十年以前一个日本朋友送给我的 坏掉了,这里送掉了 我拿胶布黏起来还可以用十年了 质量超级好的 然后直到我上一年Christmas 我去日本我又去买了一个 又去买了一个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不够好 不如那个旧的好 这个呢,这个呢是也是从日本买的 烫眼睫毛的 这个是烫,这个是电烫眼睫毛 睫毛棒,去日本就是疯狂的买 烫眼睫毛棒呢,棒的很少用到 然后这个其实和刚才那个一样 也是一个就是电动剃眉刀 这样,但是呢我还是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我之前的那个 这个这个,之前这个旧的 这个旧的,哎呦,这种的 这种的,这是以前从中国拿过来的 我一般不是拿来剃眉吗 我拿剃什么呢 就是衣服上还有沙发上会起毛球 我就会拿这个来剃 然后这是平时我会把这些 cream suncream什么的 然后我的那个隔离刷什么的 我都会挂在这里方便拿 这是平时用的这些sponge啊 就是棉花棒棒,手刷子什么的 上面这些呢就是这个盒子里面 就放的自己的首饰了 等有机会给大家看一下 换的是小的首饰 然后这是我就三个奶 其实我之前我把耐泡是全扔掉了 因为我平时是很少去做耐泡 一般到外边做 而且我发现到外边做 特别伤我手指甲 而且比较懒惰的一个人 这是我最近买的这个 Chanel这个灰色的 蛮喜欢的 但是这几个颜色都是 这个是我女儿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看的 就从我女儿那拿回来了 但是其实我指甲有时候就 我很懒的 有时候染上去我也不管它了 其实还是找别人染比较好 因为那种是长久的啊 不会不会脱落的 自己染的话还是非常容易脱落的 然后还有洗掉很麻烦 我就把一个相框 就放在下面做这个底盘 然后这里就是我所有的香水 然后呢上面呢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介好 就是我这是spare 就是多余出来的东西 然后这是我放的我的帽子 我也说过 我特别喜欢买帽子啊 但是我从来都不戴 就在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发 也是我的就是多余出来的东西 就是spare 就是备用的东西 备用的东西 这边呢就是我极简之后呢 所剩下的大包 大包包 但是呢我看到了 我也经常 我现在因为有开车嘛 所以很少会带大包出门 就算带我就是LV那一个 就放在车里边 这些包就很少用到 然后呢 下面这些篮子全部是我大衣 各种各样的大衣 就是我有由深到浅这样的放 是各种各样什么样都有哈 然后那个那个 但是也是就是 也就外面几件会经常穿 在上面这一格呢就是我会把 所有我们平时的毛巾tower啊 就会塞在那里 然后旁边两个盒子放些其他东西 这些呢是床单啊 还有那个枕头tower之类的东西了 然后下面呢这一切呢就是我平时的衣服 衣服呢我就会根据它的眼儿 根据它的颜色来排列的 然后你看大家看到了 我现在比较喜欢偏白色灰色黑色和彩色 我几乎没有其他颜色的 以前我特别喜欢黄色呀绿色那种大 那都是很鲜艳的颜色 但是呢我发现其实真的并不适合我 而且我年龄慢慢开始大了呢 就比较不太适合穿那种的衣服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所有的手包 那也可以看到了 我是一个手包孔 特别喜欢手包 特别上面这件 很多手包很多小包包啊什么的 这也是剪掉很多 一定剪掉很多很多 这就是我仅剩下来的这种小包 我的另外一个衣柜 我的书柜里边还有几个我最喜欢的 放在书柜里边 然后这是我就是 但是呢我中间呢是拿这种隔离板 隔开的放 放包包非常整齐 这不在于是不这里并讲的并不是你有多少包 而是在讲怎么样去摆放你的包 看上去特别舒服 我这样摆之后 我每次来到我的衣柜呢 我就看感觉心里就好舒服 下边这里呢 就是我的睡衣啊 还有我的那种 就是这这这这这 就是那种厚厚的像那种运动装之类的那样的衣服啊 就是很少会挂起来 就是我一般很少穿 我就把它折起来 这边是运动装了 这边是睡衣了 这边是大妈睡衣哈 这都是最舒服的 你看我都喜欢最舒服的东西 这种呢 这个是这个是 这个是Gucci的 Gucci的那个那个 一个像运动 像就算什么运动装吗 还是休闲装 这个是那个AN什么东西 那个banana的那个衣服 其实都是男 男士装 但是我特别喜欢穿这种 因为我肥嘛 所以我选都大大的肥肥的那种的 买回来 然后但是其实也很少有机会穿了 但是就是保暖或者好看 就是买了 下边这一块呢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极简以后的衣服了 特别 我特别开心这边 看中间是板子 不好意思不好看 这是因为我中间 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板子隔开 所以我就把一个盒子 上面上皮和下皮切开 然后把它连起来 做了一个板子 上面呢 就是所有的T恤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T恤 就是因为因为用那个日本那个什么 近藤玛尼会那个折法呢 应该是放在抽屉里面 但是我抽屉没有这么多位置放 我有很多是照鬼 我就把它横隔开 横隔开 知道吗 上面都是我的T恤 看到了吗 我就是这样 照他那个 这个方法特别好 真的是一目了然 下边呢 就是全部是我的裤子 看到我之前跟你们说过 我有个裤型 我特别喜欢 就各种颜色 各买了一件 所以我每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 我只需要选颜色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去再想 因为他们的裤型都是一样的 都特别好穿衣服 只是不同的颜色 但是裤型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包 这个呢也是其实也是个包包 这是ZARA 它限量版的那种包 其实我买回来就是做装饰品 根本就不可能带出门当包包用 我就是想把它当盒子 就买回来当个盒子 当摆设用 然后呢这个呢 也是有一次在那个 我忘记在 好像在Target嘛 买到的这个 就为什么放这 因为平时比方说我们穿内衣 后面会有些扣啊 就是有个塑料扣扣住啊什么的 就那种小的 或者有时候我会 我会随手把一些小的东西 钢盆啊 或者是说 或者是 总之是一些小的东西呢 我就换衣服的时候 我就会随手放在这里边 这样我就不会丢掉 然后旁边呢 我就放 因为我买了好多瓶 我就没地方放 我就把这个放在我这衣柜里边 就是香香的 非常非常 我喜欢这种香香的味道 让衣服很有香香的味道 这个呢 就是平时就是我放一些 就是我多余的东西了 这都是极简以后的东西了 然后呢 已经少了很多了 就是蛮为自己骄傲的 这都是 这是我一个 Tiffany的一个 Sunglasses 这个是Shanel的这个眼镜 然后这都是 这就是我平时的这眼镜 我已经极简到很多很多了 这些呢 这些呢 是我以前的一些 就是也是一只装饰品的 然后呢 因为很多 所以呢 我全部把它一袋子这样 一个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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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袋分开 把它放在里面 因为我很少袋 但是扔了吧 又觉得可惜 因为在时候买回来 各种各样的 你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是吧 但是我要是把它一堆放的话 也不好看 你看这是我这个紫水晶的那个手链 是蛮漂亮的 然后呢我就 我就把它这样一个袋子一个袋子 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我需要的话 有一天需要的话 我就过来找它 当然了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永远都不碰这个盒子的话 这个盒子我就整个就处理掉了 至少眼不见为净 那也就处理掉了 也就是算了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内衣了 算了 我就不要可以给你们展现这些东西了 因为我们看video的 还有男生 男生不太好 还有男生看这种 然后呢 这个是我和老灯公 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结婚 这是我们结婚照 还有小时候我们俩小时候的样子 还有我女儿小时候的样子 照片 这个是非常老的相框 但是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相框 还有家的感觉 下面这个呢 也是我之前贴了个镜子 其实很不实用 因为太靠近这个墙 我根本没办法站在那边去照 上面是几个眼镜 其实我很少戴了 我女儿 我女儿喜欢 然后我就随便挂在那 做装饰品 然后随便拿个铁丝 这都要改的 因为这铁丝并不好看 然后就把项链挂在这里 这边呢 这边也是有女儿 还有我们家里人的 集体照片 然后这都是我挂的丝巾 我在这里按着一个这个灯 这个灯 这个灯是干什么 干嘛呢 因为我没有这个旁边塞灯 其实在这个地方 如果化妆的话 你很close看不到的 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是很黄眼 但是呢 它对着镜子里边 反而会反射到我的脸上 会显得就是很 你可以照到这脸很清楚 然后这是我的围巾 这只是个眼睛框 这是我女儿带了玩的 然后就随手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呢 这我就平时会把一些首饰 我经常带的 就挂在这里 就会挂在这里 这个呢 是这个 想大家会都认识吧 这是那个唇膏啊 这是一个那个那个 这个牌子唇膏 我拆给你们看啊 他们现在也不是干嘛 设计成这样 人家人家说好玩特别 我就买了 我也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之后 你就要挂着吊起来 然后放 如果你站着 站不住 所以呢 我也蛮好看的 反正就挂起来 而且它外边还给你配个套 外边还给你配个套 整得好像很正式这样的啊 然后呢 我买这个是大红色的 所以我就 我发现我有时候经常用嘛 也是会擦一擦 然后就把它挂在这里了 其他都是 其他的首饰什么呢 这里有 这里有那个pandora的 然后也有那个 这里有pandora的 还有一个是 啊 这个就是tiffany call的 这是我就曾经跟你说过 我说 给自己最低的标准 也就是这些这些东西 至少稍微有一点 它不会变颜色 质量蛮好的 那个那个手是什么的 这平时经常会带的 就会放在这边 嗯 好了 然后 然后这里呢 这里呢 就会放 我在这里放一个凳子 就有时候换鞋的时候啊 什么的 会坐在这里啊 穿 然后这是我特意买了一个灰色地毯放 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灰色 这个凳子是留着我就是踩着高高的 比方到上面去拿东西啊 我上面啊 这几个盒子里边放的东西 平时不经常用的 我就放到上面 有时候需要拿 就需要这凳子踩着 然后这个围巾下面这个呢 是什么 是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金色的盒子 因为像我们有时候需要 需要就是说 比如说白天我换衣服 换下来的睡衣 但是我又不能放回衣柜 我就会把它折起来 放在这个盒子里边 嗯 等然后到了到了脏了 我就再拿去清洗 但是这个是板上可以再穿的 就是这睡衣 这个凳子 好 总的来说呢 这就是我的衣柜 让大家看一下我的鞋子 看到 这是我昨天 我昨天给你们大家讲过一些 这些 这是我其他的 就是总共加在一起的 就总共加在一起的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所以 这都是 我现在一直在想 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去 就是买些透明的盒子 把它全部露出来放 但是呢 也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像那个丝巾呢 就是我上这个两个 这两个布 这是我的围巾 你知道我围巾有多少吗 我就围巾不要 我就把它剪掉 然后我就挡一下 因为防尘 其实这个颜色并不好看 我现在一直想把它换 可白色吧 白色又太白了 我觉得不好看 可是粉色红色又太过于 什么这个本来挂的好好的 被我家猫扯成这样呢 看那个 就是 我也不知道弄什么颜色 大家可以给点建议 放这里边呢 大家看一下后面 这个 这里 整个里边这个空间呢 是我 我拿来放 就是我的购物袋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购物袋有多少 这已经是被我处理掉 很多很多了啊 就是 我以前所买下的东西 而且我也特别就是 喜欢 储备这种的购物袋 就是买东西之后 那购物袋啊 我去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呢 其实一直都没有机会用 真的 你购物袋根本没有机会用 嗯 现在呢 我拿来用什么呢 我就直接把购物袋 放在我这个小房间的 这个这个边边 这个地方啊 当垃圾桶用 就当垃圾桶用 我就直接就是 用完一个扔垃圾的时候 我就把它全部都扔了 全部都扔掉 这样的话呢 我就直接当垃圾 而且我在不断减少的同时呢 我有在用这样东西 这至少它是 我留它是有价值的 就是说我把它留下来了呢 我把它当垃圾袋用 一个一个 我脏了 我就扔脏了 我就扔满了 反正是当垃圾袋这样用 好 这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衣柜 特别喜欢这个空间 我这个地方 我一走进来的时候 就属于我的天地 我来到这里呢 我心情看上去 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特别的舒服 因为呢 这是一个单独属于 我们自己的空间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喜欢坐在这里 然后 会就是让我疏解 看到每一样东西排的整整齐齐的 看到每一样东西 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会让我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这就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当然了 就还有还有进步的空间啊 还可以再整理的 但是呢 就说 而且这个房间以前 我不整理的时候呢 就是普通衣柜 而且是黯然失色的 但是自从我把它放心思在里边 我用心去把它打理整理的时候呢 整个房间就变得很很 就是很感觉 给人感觉很怦然心动 甚至我女儿说 她要睡在这个 她要睡在我这个 这个衣柜里边 这个换衣间里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放多少心思在里边 它就会变得有多怦然心动 所以我也希望 哪怕你只是哪怕 我就想哪怕只有 你只有一点点小小的空间 你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话 它一样也是非常 可以非常非常美丽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祝你们今天幸福哦 拜拜